平交道柵欄放下列车也慢慢停了下来 这时有一个人高举着手往前走 把这段杆缓缓抬高后列车才继续行驶 整个过程其实很惊险 6号深夜将近10点 一辆老翁骑着机车经过宜兰德阳路平交道 疑似机车故障进退 不得直接卡在平交道里 幸好义务侦测系统发挥作用 对象列车司机员经过平交道前两分钟就接获通报 还没到平交道就赶紧将列车停了下来 并通知礁溪站人员协助 不过插电量程事故 警方也会通知骑士道案说明 机车驾驶人驾驶在台铁路平交道上超车 回车 倒车 临时停车等 储新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罚还 并掉后期驾驶执照一年 婴儿造势者吊销其驾驶执照 而这次发生的平交道正好是韩国女团New Jeans 拍MV的平交道 地点曝光后 吸引不少粉丝前往超胜 还好这回机车故障卡平交道 顺利排除虚惊一场 TVBS新闻解大成何可言宜兰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